第二个是 看成形容词 我想也可以成立 洪承玉先生 曾经论证过古代汉语当中 为什么是和词都可以用来表复词 但是最终是变成了细词 而词没有变成细词呢 他认为一个另外细词 词能够变为细词的一个关键因素 是他还有一个形容词的意向 表示正确的 对的 那么这样一种意向 也影响到只是代词词变为细词 当然如果我们不看成形容词 看成是做判断于是他 是这个人 这个是是复制这个卢孔秋 我想也可以成立 第三个是 我个人倾向于看作逐语 就这个人知道读徒在哪里 那么我们在做这个分析的时候 有同学说好像也没能够避免 对原文的一种翻译 但是其实我们刚才在 这个解读这三个是的时候 更多的着眼于是在先秦汉语当中 比方说在论语当中 它一个语法分布的一个总和 我们把它的各种用法 都放在一起观察之后 确定它是一个只是代词 不是一个细词 也就是说 我们不能够举几个例子 然后把它翻译一下 然后就论定它是什么词 因为即便是词诗在先秦汉语当中 就是细词的观点的学者 也不能够否认 这个诗它是一个只是代词 就在很多语境下 它只能看成只是代词 只是在这些特定的语境下 它觉得可以翻译成是细词 这是最大的不同 任学良先生在论证细词的 这个诗是细词的过程当中 用了这个例子 他说 故王之不忘 所以大王您不能够称王于天下 非携泰山以超北海之类也 不是把这个泰山夹在叶下去跳过北海 抄 跳野 这一类的事情 大王您没有称王于天下 是为长者折肆 为长者折肆 有两种解释 一个是给年长的人去树上折一个树枝 第二种是说折肆是按摩肢体 人先生说 你看前一个句子用了非 是一个否定的细词 后面一个例子用了是 是和非处在相同的语法位置上 非是表否定的细词 因此后面这个是 就是表肯定的细词 这两个词是互闻的关系 这样的论证方式 大家觉得怎么样 有什么问题 我想我们不就这个论证方式本身 去做评论 就是护文能不能作为语法分析的一种论证手段 我们姑且不做评价 我们就按照这个任先生的这个论证的方式来进一步论证 词 由于是永夫之怒也非是和非处在互闻的位置上 相同的句法位置上 因此词也是细词 对吧 完全平行两个句子 一个肯定一个否定 以是凭借这一点之旗天也非人也 我明白了 那是天生的自然的 而不是人为的 好 这个旗天也 知道的内容是旗天也非人也 旗和非处在相同的句法位置上 这两个小句平行 一个肯定一个否定 因此这个旗也是细词 其国之诸公子其可福者 非公子咎 则小白也 其国的众公子当中 可以辅佐 使他继承军位的 王位的 不是公子咎 就是小白 大家看 非和则互闻 因此则也是细词 可以不可以 很多同学现在摇头 那么我们可以找出大量平行的例子 来证明古代汉语的细词 实在是太丰富了 反过来 如果我们不相信 这样用同样的类推的方式 得出来这些例子当中的 这些词 词 则 则 其 等等 是细词的话 那么我们同样 回过头去看 当这个非和是 对举的时候 这个也不能够证明 是就是细词 这个 为其言 是正确的 这个是 是形容词 作为语 这个例子是不是可以 帮助我们理解 渡口的那个吟者说的 是也 下面这个例子 主角都位 基案 是为其 是为其 就是赞同为其 所谓赞同为其 就是认为为其是正确的 以为其为是 是有赞同肯定的意思 这个意象 但这个意象实际是 正确对这个意象的 异动意 异动用法 那么像这种 是的用法 动词的用法 洪信人认为 也是促成是 最终变成一个 细词的 有指代词 变成一个细词的 一个很重要的 推动力 有的同学说 这些句子 我们在翻译的时候 怎么处理 能不能用是 直接去翻译呢 还是 好比是 好像是 用这样的句子 去翻译呢 现代汉语当中的 判断句 能不能表示比喻 也能 所以 这两种翻译 就是你要不要 加上一个好笔式 好笔或者好像 其实都可以 好 下面 梁袍碎耕刀 歌也 这个歌是 歌也是用来 解释 梁袍碎耕刀的原因的 在现代汉语当中 也可以用判断句 但是我们经常会说 是因为 怎么怎么样 古代汉语当中 不必使用这个 借词 因为 就可以 好 同样下面 清辞天子 非高也 世博也 就是 远古时代的人 可以很轻易的 辞去天子之位 并不是因为 古代的人 品格就高尚 而是因为 当时做天子 得不到什么 太多的好处 而现在的人 看重 并争着去依附 这个 有权势的人 也不是现在的人 品格就低下了 而是 现在的权力 和利益之间的 关系太密切了 有权就意味着 拥有一切 大家注意 韩非子是说的 在战国时期 不是说的现在 好 最后一种 复战勇气也 这是一个典型的 判断句 但是这个判断句 所表示的是 这个战和勇气之间的 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 也就是说 打仗和勇气之间 存在关系 作者用判断句的形式 表达比较复杂的内容 就是打仗 凭借的是勇气 同样 百胜和贤史之间 也不存在 等同或者类似关系 这辆人之间 也是用一个判断句的形式 表达比较复杂的内容 就是拥有一百辆车子 这是 证明这个使者的身份 非常显赫 好 关于古代汉语的判断句 我们就讲这些 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一下 这个古代汉语的语序问题 课本上主要讲了 比以前之和 与书上表达相关的语序问题 我们这个简单说一下 古代汉语定语后制的问题 其实古代汉语的语序和现代汉语 不同的还有很多 比方说 因为古代汉语的戒词主要是一个语 而用戒词语引出的 构成的戒词结构 主要是放在动词的后面做补语 到现代汉语当中改了 现代汉语用戒词引出的成分 大部分都是放在动词前面做状语 这当然也是一个语序问题 这里大家注意 我们用语序这个概念 意味着我们 这个是讨论句子成分的顺序 比方说状语和补语 这是句子成分的概念 宾语在前面还是在后面 这也是句子成分的概念 而磁序这个概念 概括不了刚才我们讲的内容 所以我们还是用语序 不用磁序 先说这个宾语前制 宾语前制 也就意味着它违反常规了 违反这个正序 因此 前制是一种盗装的形式 古代汉语 这个宾语放在动词后面是主要现象 我们随便举两段文字可以看到 比方说经将是 不能说将是经 对不对 这个地方 庄公物生 将是经 可以不可以呢 当然也可以 但是意思就不一样了 就这个智史性 就没有了 将是如果经的话 将是是主语 不再是移到前面的宾语了 顾名曰 物生 不能说 顾物生 名 所以物之 这个之更只能处在宾语的位置上 爱公书段 不能说公书段爱 欲立之 这个之也是如此 再看下一段 左并配的配 右远辅的辅 师从之的之 这个竹之的之 三周划不住的划不住 这都是宾语 我们在这里面看到的宾语 都是放在动词的后面 这应该是古代汉语的正序 也就是一般的语序 但是在三种特径的条件下 并语可以 放在动词的前面 大家注意这里 其实可以有三种不同的表述 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允许有例外 也可以不 如果说应该 那就是具有一定的 这个规则 具有一定的约束性了 但是如果说必须 就是这个约束性很强 那么从上古汉语的 实际情况来看 一般我们所讲的 三种必与前置的现象 这个规则的约束性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只好 把这三个注动词都放在这里 第一种 一问代词作弊语 在上古早期的文献当中 这是一条规则很强的约束 或者约束力很强的规则 无谁欺欺欺天呼 佩公安安在 大王来何操 谁为为之 孰令听之 谁为就是为谁 为谁来做这些 让谁来听这些 这一问代词 在作弊语的时候 都放在动词 或者戒词的前面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在否定句里面 弊语代词要放在动词前面 这里我们只能说应该 也就是说它的约束力 这个规则的约束力 比第一条要弱 在诗经左传当中就有例外 而且我们在读文献的时候 会发现要找到 真正的否定句里面的 弊语代词前置 其实用力比较少 莫我肯顾 我是顾的弊语 第二个例子 有点奇怪 第二个例子不存在这个问题 实际上是全都 未得知这个知识弊语 没有跑到前面去 是不是 这是例外 这个例外太多了 好 第三种情况 所谓的 这个副指性的弊语前置 不古事为是未不古 先君之好 事记是记先君之好 这两个并语 不古和先君之好 都用事复指以后 放到动词前面了 我认为 您是问别的事情 意之问是 问意 问别的事情 增游与球之问 居然问的是 这个重游和染球 这两个学生 是 我认为 有语言 是 有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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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